擁有街舞基礎的張艾雅 在接觸國標之前 原本還信心滿滿 但沒想到 第一支舞就挑戰了快節奏 恰恰的他 馬上就遇到了難題 好累哦 街舞跟國標的... 而恰恰的複雜舞步 更是讓艾雅大喊吃不消 我以為第一支舞 會刷刷輕鬆一點 然後我覺得老師 把我想得很厲害 所以他後邊的很難 對 或許是街舞的律動 和鼠排方式 跟國標大不相同 所以讓艾雅始終 對不上恰恰的正確節奏 怎麼辦 不要這樣子啦 不要 給我一點時間 但這一次已經是我們 接得最算的一次了 因為之前常來都沒有 跟鄉民對過 這是第一支 有動作其實我只要求他做清楚 可能對他自己要求比較高 我可能會希望趕快做完 可是其實這樣對音樂來講 可能我就是會感慨 這點我會慢慢希望去克服他 自我要求相當高的張艾雅 是否可以克服難關 用完美表現 替他奪下第一個MVP寶座呢 跟鬼聲音樂 這種 等下 homeland 六線 跳舞 來 Special 等下 幅度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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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